我还真没想过 因为我觉得MBA任何一支球 你只要能打完球 我觉得都挺好 因为我对我现在这种打法来说 他们有的人会说太猛了 有的人会说可能容易冲刷 我从小就喜欢这种打法 好球 冒了 小冰的太猛 要暂停了 要暂停了 对MBA都是每一个球员的梦想吧 然后对我来说 也是一直在努力去争取 会去做得更好 会去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武器 我们觉得他的台阶的能力还不错 看见我们手里吃的 应当所有人还是不得看见他 要不要玩他干嘛 这些朋友都会给我说吧 然后偶尔我也会看看微博什么的 但是因为对我来说 这些东西影响不到我吧 不允许我自己就是这么差 所以说也是一直在咋着一口气 包括夏天的训练 包括在国家队 都是说我得挣回来 那段时间确实挺长的 就包括对我自己心态方面 虽然说水平起伏不定 包括我心态不够成熟 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值得的 因为你跌了多低 你就知道底下是什么样的 或者说你要再起来的话 就不会说有那么多顾虑 就是说就完全可以放开自己 离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